匹旭香港起源 聚集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各位串套学者 老师们的同学们 晚上午睡 今天来自海内外 各位专家学者 旗躯数字 参加《中国新选晨春花》 《国际政叁》 共同探讨创新 与中国春花转型 与发展里的问题 在此我请代表苏州大学五万六名市场阳东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感谢 当然有很多来自全国科技和海外的新朋友 对苏州大学请他可能在了解 借着机会向各位介绍一下 紧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 苏州大学是一所省收的 中年中心大学 也是国家211住的建设大学 和首批进入2011系统创新计划的高校 前身为创进1900年的东部大学 迄今已经有116年的历史 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现代大学之一 东部大学在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 应该讲他的地位像个模特 而且拥有一个辉煌的信任的辉煌 那么比如说创下个陆江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 第一家大学的学校 也是第一家开展研究生教育的大学 也是第一家开展英文一套教育的大学 也是第一家按现代大学制度来举办的一所大学 在半个多世纪的半期的阵振当中 这个动物大学也是我们前身为我们的国家和民主 培养了很多杰致的应酸 比如说像费孝东 雷基雄 雷基雄 包括诺巴尔教育或者的李正道等等 为我们国家也配合了三十多亿两元院士 该开放的 尤其是近十年了 苏大学在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三位服务和文化建设等各方面 取得了常说的化妆 现在有一个大学排名把我们大学校长就整得很苦 像泰富士啊 KOS啊 还有ESI的学库排名啊 等等 在这些主要的排名 一起的大学排名当中呢 苏州大学在近年呢 均有不素的表现 从而 也在我们学界赢得了苏州大学的现象 这样一个美誉 作为名书大人 我为中国一流的大学不在江苏而感到遗憾 但我同时也为中国一流的地方大学落在苏州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我想苏州大学之所以能取得目前这样的一些成就 或者有事物 主要对于一代又一代苏州大人的共同努力和输出 也对于地方政府 尤其是苏州市政府 对苏州大学的关爱支持和帮助 也对于我们学界同仁和社会的赢党 对苏州大的关注 关心支持所帮助 苏州大的崛起 还对于一个夺者的原因 那就是苏州大学技术 苏友人见天堂的苏州 苏州是一个魅力的东西 勤劳智慧的苏州人 正用古典圆人的造元性所 尽兴达到现代近期的板牌 同时用双米秀的绝火 巧妙实现中西文化的和谐维节 把传统与现代 抵御与活的 有机没有起来的苏州 给我们苏州大学 提供了空前的两炒两炒的旗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去苏州 苏州共同和老创新 进行苏州转型与发展的运气 我觉得这并有意义 我想苏州大学 苏州在苏州进程过程当中 也有自己的成功事件 后来叫起务 苏州就多年来的发展 改革和发展 取得了因四人组的成就 也许您拥有了很高的成功画面 而今 苏州专项 以其成城市品质和功能 以先为立相续建设为何其能 内涵是成功画转变 今天三年 国家成功画发展规划 已经出台了 信心成城市品质更加强调以人为本 更注重全民系调可持续发展 在我看 信心成城市的心主要体面在这样几个方面 它虽用了发展的大势和时代的潮流 是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 一个中道的调度 出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和更加深刻的意义 信心成城市不再是 传统技艺上的 城市规模的扩展 和钱财的人口的增长 更是一种社会形态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与传统城市化相提 信心成城市化更注重 以人为本 注重的是什么呢 是原理机遇 环境友好和民生保障 信心成城市化更注重 传统工业才可以调整和转型 转型盛情 大家知道 城镇化和工业化 是现代化的两个车轮 如果去少工业化 城镇化就失去了动力爆炸 而没有城镇化 工业化 就失去了化展的载体 信心成城镇化 此外还要求城镇一起发展 达到城镇之间 在经济 社会 文化等诸多领域 包括生态 要细调共进 城镇化 不排斥美丽乡镇建设 我们可以讲 美丽乡镇建设 可能是 未来信心成城镇化 建设的重要内态和内容 这外信心成城镇化 与老年化 与少子化 与其相关 这就给我们 这个信心成城镇化 转型发展 这个意味着它的内容 比较十分丰富 回目几买 速度这一路走来 它不仅为我们的国家发展 提供了张亚馆精神 昆山之路 和园区基因 咱们未来 我想速度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 空前的挑战 如财经的转型升级 还有内容 去创新能力的总体缺乏 或者叫法列 等等 这些挑战不仅是各自政府 所以单有的话题 我想也是我们社会的文件 和学界 它的一种使命和担当 我想把更多的宝贵的时间 留给我们在这里 各位专家和学者 我们另外会分享 他们的政治拖潜 也恳请我们各位专家 留下你们的宝贵经营 这将是我们整个数字举起 重新举起 和数大事与发展的宝贵财富 我们将归加这些 最后 与着本次论坛 能取得要求成功 祝各位嘉宾 各位老师同学 政治健康 心情愉快 祝此均催 谢谢